当我们一路带着阳光 兴出中的赶回卡纳斯 准备一些艳阳之事 浏览月亮湾 卧龙湾 神仙湾 这三万精华的时候 老天又露出了耐人寻味的微笑 一个小时前 卡纳斯湖边的拍摄还是暖阳高照 等我们到了神仙湾的时候 已经乌云密布了 还没等我逃出相机 车站上的老大爷们就在喊 湖边的人赶紧上来了 再不走 没车送你们回去了 我当时心里还在小幸 前两天的雪都已经下得够不够的了 这个阴天应该也撑不到明天吧 跟老天别起来 我还是太年轻了 赶到换成中心的时候 得知封路了 山下的车上不来 山上的车下不去 从空中看到排队等候的大巴车 我俩当机立断 走 走路去 风雪压则湖 相较于前两天 外地人刚到新疆的惊讶 这会儿我俩已经非常的淡定了 当时一直有一个BGM 会当在我的脑海里边 于是我就跟老婆说 你去 站在雪中 我去给你拍一段特别好看的B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俩鸡肠碌碌的去餐厅觅食的时候 居然碰到了求婚现场 看着眼前这位躊躇满志 又有点忐忑不安的男人 突然之间有一点恍惚 想起了十几年前的自己 那跟老婆在一起的遗憾 就是没有求过婚 这件事上老婆一直够闭闹现在 好在她很豁达 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多半只是调侃和坏笑 当晚的三厅里 有人轻轻地哼唱起了这样一首歌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想着你 你在远方的山上 春风逝离 今天的风吹向你 下了雨 我输所有的酒 都不如你 不知道是因为歌曲吟唱的魔力 还是因为我们时代运转 总之在晚饭以后 天空就开始放晴了 望着山顶上的一抹火烧云 我俩期待 明天离开卡纳斯的时候 能够有机会 坚持到三弯的壮阔 等我们真的直升三弯的时候 才发现景色 远远比我们预想中 来得要更加的震撼 通山新雪后 天气晚来秋 我们下期见 我还没有从美景中回过神来 便接到了玉玺的电话 然后她告诉了我一个 更为震撼的消息 哥 我车钥匙丢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一愣紧跟着 玉玺就又说 那我四处都找了 都没有 那我连派出所也都找了 也让人家问了 警区里面的同行 都没有捡到钥匙 她现在往酒店赶回去看一看 让我们在外面先等她 由于行李是玉玺帮忙 从卡纳斯带出来的 便被她放到了警务站 所以我俩只好过去等待 那会儿已经是饭点了 没吃早饭的我们 早就鸡肠碌碌 于是耗着脸皮 在警务站的接待厅里边 吃起了泡面 刚开始 我还是有点不敢 指示警察叔叔的 因为毕竟在衙门口里边 吃泡面 总给人感觉是在添乱 后来尝试着 跟警察叔攀谈起来 才知道 他们这里的警员 大多数都是边疆战士 转业来的 平常警务站处理最多的 并不是什么 打架斗殴 或者说口角以类的 反而是帮助游客 寻找遗落的物品 鉴于为获得宣传部门许可 不能随意出境的规定 这里并没有这些 可爱的警员的画面 攀谈期间 警员给我们讲了 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回头有机会 讲给大家听 就在我们感叹 这一面墙的锦旗来得 着实不容易的时候 警员们又接到了管理处 送来的游客背包 里面包含了身份证 钱包 相机 等等物品 就已落在了门口的大石头上 看着警员们 连口饭都没有来得及吃 又开始打电话 询问游客的下落 在我的脑海里边 只浮现出来这五个字 微小而伟大 班的事情很微小 但是班的事情又很伟大 后来 玉琪给我们找了 另外一辆车下山 并且摇了他在乌鲁木齐的小兄弟 坐早班飞机 给他过来送钥匙 一路再从卡纳斯出发 到布尔金街上我们 顺道看了五彩滩和魔鬼城 晚上十点的时候 终于回到了乌鲁木齐 真可谓日行八百里 每段旅程都会到达终点 回想这个假期 这不像极了人生吗 即便定好了目标 沿途也充满了变数 一路走来 如果只有艳阳高照 只有顺风顺水 只有一马平川 这固然好 但是这也该多么的无趣啊 如果能在很多年后的 某一个瞬间 脑海里面 突然闪过当时回忆的场景 嘴角呢 都能浮现出一个微笑 这难道还不够精彩吗 在奔赴目标的路上 我们遇见了仙境般的牧场 遇见了雨雪下 壮阔的山巒 这些插曲 现在想起来 远远比那些打卡地 更加令人兴奋 真的感谢新疆 给我好好地上了一课 让我学会了随遇而安 让我见证了祖国的壮丽山河 让我深深地明白了 生命的管阔 需要精力才能够体验到 在这段旅程中 我也终于能够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希望看到这里的你 能够多看看沿途的风光 也能够拥有亲爱的他 和精彩的旅程 那么在这片苍穹下 让我们来一同许个愿吧 向前跑 迎着冷夜和朝鲜 生命的广阔不利 寂寞难分能感到 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 地球绕 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 继续跑 继续跑 踩着尺子的跳舞 生命的事 你还有一支中国吗 说英文 我还没跟他说打面呢 打面打面 我还没跟他说 谢谢观看